因为补充保费被批评补过了头 新政院拍板要调降 但是有许多的工商团体和民众建议 那何不调降健保费呢 今天健保会开会有35名委员各持不同的意见 在会中讨论的有两个案子 第一个就是要调降 把现行的健保费率从4.91%调降 0.5个百分点到4.41% 他们的理由是认为 现在提列的安全准备金 在102年的时候是535亿元 103年513亿元 而今年光是到9月为止就已经高达900亿元了 远远高于安全水位 预估到105年的时候 保费收入将会高达6000亿元 所以有调降的空间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委员们 他们认为应该要维持现行4.91%的费率 理由是要考虑到平均倦口数 已经要从0.62调降到0.61 而烟品健康捐的配比也要从70% 再调降到50% 而最近行政院又公布补充保费的征收门槛 要从5000块钱调升到2万元 所以合计之下 年减122亿元的收入 如果照这种情况来算的话 106年收支就会出现赤字 而且短处将近百亿元 所以他们主张应该要维持现行的费率 开会的结果决定要请健保署 再提供精确的试算之后再来决定 最慢下个月会有结果 补充保费的安全准备金突破了2000亿 但健保的财库才刚吃了大补完 就被工商团体要求调降健保的费率 健保会召开咨询会议赞成调降的工商界 和消费者代表与维持现况的一届代表 两方进行拉锯 请健保署是下个月提一个 如果费率要调整应该有的机制 包括怎么做 然后所谓的三个月 三年或五年平衡费率 然后用什么标准来看 先是算在讨论费率 目前工商团体趋向一般保费降0.5% 从4.91%调降到4.41% 补充保费则从2%降到1.8% 但应该会认为 每个人的起征点不一样 应该统一回归家户总所得 趁这个机会回到家户总所得 就跟着所得税一样 你所有的所得通通算在一起 减便的方式算一个单一费率 就怕是选前的政治压力干预费率 一改会建议健保应该比照 油价定工事收支联动 比较像有一点像油价工事 它是一个浮动的 而且在透明大家检视的情况下 该降如果你超收了 那你就是降 健保是攸关全民的医疗大事 但根据健保署的统计 明年将调降平均的卷口数 补充保费的门槛调高 还有烟品健康福利捐的 安全准备比率也下调 预计让健保整体少收122亿元 因此要调降健保的费率 不得不三思后果 而卫福部则强调 评估后最慢在11月会 拍板定案 UDN TV蔡宗吴张一华台北报道